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指法就是如果你取到的頭髮 這是看你的工法區 取到的頭髮是甜蜜點區的話 它是可以維持一輩子的 它可以跟你到80歲都沒問題 但如果你取的範圍過大 取到了非甜蜜區 所謂非甜蜜區就是取得太高或取得太低 這個時候有可能 它就會受到種硬度的影響 那它還是不可能一輩子 它可能5到10年內 搞不好就會掉了 就是看你的取法的區域 來做決定 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是說你有沒有用藥物來維持 如果你配合藥物來 輔助的話當然你的 效果就會持續下去 就算你取得是非甜蜜區 它效果一樣會持續下去 其實因為指法是一個小手術 整個過程是它是清醒的 所以就指法本身的手術 本身的風險是很低的 除非你對一些藥物過敏 沒有告知醫師 剛好又用了藥 這種情況是比較少 譬如說有的人 很少的人對一些麻醉藥過敏的 或者止痛藥過敏的 止痛藥過敏的話 你不小心 因為術後有可能會開止痛藥 產生的過敏 就會有過敏的風險 只有這個 其他的 基本上如果你做的是局部麻醉的話 風險是很低的 那你不要做全身麻醉 因為指法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做局部麻醉的 所以它的副作用 後遺症基本上可以說是很低的 很小的